又到了毕业找工作季节 最新公布的六月失业率3.73 月增0.06% 看似平稳 但其实这群人是失业率测不到的一群 带着我们回到校园 台大硕士生雷同学感触很深 很多工作条件都会要求你要工作几年以上 然后就是感觉新鲜人可以找的就是很受限 然后薪水可能又偏低 车子网看了又看还是没下文 念的是台大心理研究所 但他坦言要找工作却觉得自己好像没比大学生有优势 因为可能比如说像人资相关的工作 就是很多大学生毕业他没会找 然后因为他也没有一个那么直接对应的科系 变成你也很难说你就是有比较专业 对所以可能就觉得大家起跑点不会差太多 还有他开Uber在课 但其实Johnny英语流利念的是外语 现在开车一天工作10小时 一个月就能赚5万养活自己 因为念外语的 然后也没有想找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也不希望说时间被帮死 高学历不再等于高就业率 2018年拥有研究所学历的人数高达140万人 劳动参与率却首度跌破七成 劳动参与率也是下滑的 所以没有那么多硕博士生愿意在台湾找工作的话 自然造成失业率下降 那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重点是说 我们有没有这么多好的指学能够提供出来 让这些高学历的博士硕士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顶着高学历光环 他们不是找不到工作 而是如今的求职环境真的不如他们预期 东森财经新闻最后报道